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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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 婚庆公司早已定好 现在看来我是用不上了 那干脆顺水推舟 婚礼继续 新郎换人 拨通了婚庆公司的电话 我把新郎的名字改成了陈俊杰 通话结束后 我紧接着拨通了大学老师的电话 王教授 我决定出国留学了 王教授顿了一下 万分心喜道 文艳啊 你终于想开了 就该这样嘛 你不该因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埋没自己的才华 王教授是我的大学导师 也是我的伯乐 因为我成绩好 王教授曾多次劝我考国外长青藤名校 可我为了尽快挣钱好照顾月光族顾兮月 多次拒绝了王教授的好意 但在王教授说起 可以拿考试通过资格去换取生殖加薪时 我心动了 备考一月后 我真如愿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成功生殖加薪 我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顾兮月 可她却冷吃一声 讽刺道 就涨了三千块钱 还不够我吃一顿饭的呢 真是废物 她不爱我的这么明显 我不是没发现 只因为我爱她 所以我才会一直自欺欺人 认定她也爱我 但这一刻 我决定放手了 订好半个月后起飞的机票后 我拨通了顾兮月的电话 打算提分手 我还没开口 陈俊杰的声音就先传了过来 文艳哥吗 有什么事和我说就好了 兮月醉了 已经在我家睡着了 她的声音清润冰冷 语速不急不缓 和我这个正牌男友讨论我的女朋友夜不归宿的问题 就像讨论今天天气这么简单 拥有顾兮月的全部偏爱 怪不得如此有底气 见我没说话 她又拍了一张顾兮月抱着她入睡的照片 无辜道 哎呀 文艳哥不好意思 不小心点了拍照 我吃笑一声 没关系 既然已经睡了 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呆呆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星空一夜未眠 不是不想睡 只是一闭眼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顾兮月满脸春色 缠着陈俊杰翻云覆雨的画面 我不想在意 可虽然已经决定放手了 但真做到彻底放下也需要时间 天色蒙蒙亮时 我披上外套出了门 路过楼下花坛时 症状上吻别的两人 陈俊杰早就看到我了 挑衅的高挑眉头 用力圈住顾兮月 蜻蜓点水 变成反式蛇吻 双手下意识紧握成拳 强忍着想冲上去打人的冲动我 紧忙转身离开 许文艳站住 没走两步 顾兮月低吼喊住了我 我站住脚步但没回头 顾兮月走路打晃地朝我走来 许文艳你昨晚对俊杰说了什么 我不明所以 什么意思 顾兮月突然就冷了脸 快速出手 扇了我一巴掌 你装什么装 昨晚俊杰接到你电话后 一夜没睡 天还没亮 就非要送我回来 我不过是在朋友家睡了一夜 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舌头顶了顶发痛的脸颊 我抬眸看向陈俊杰 笑道 陈先生不替我解释两句 陈俊杰本来正在看热闹 没想到我会这个反应 脸上的表情 一时间还没收起来 他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走到顾兮月身边 语重心长道 兮月你误会了 文艳哥真的没说什么 是我觉得男女有别 共处一室 要是被有心的人传出去 对你影响不好 谁敢乱传 顾兮月音量瞬间提高 看似是在询问 实则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其中意思不言而喻 见我没有反驳 他牵住陈俊杰的手 不以为意道 咱俩青梅竹马 很久没见了小聚一下 有错吗 喝多了 共处一室又怎样 你要是对我有歪心思 还轮得到某人上位 真是笑话 听完顾兮月的话 陈俊杰脸上 绽放出收敛不住的笑意 够了 我的心早就碎得拼不起来 已经忍到极限了 曾经以为他 虽然对我不够热情 但也有几分爱我的 能娶到他是我一生所幸 现在看来 不过是净花水月 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 不花而散后 顾兮月跟陈俊杰 再次上了车 尾气喷洒在我脸上 机车绝尘而去 我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 直到消失不见 才转身上车 开着我的二手轿车 在路上漫无目的地乱转 调整好心态好 我直去了公司 半个月后 我就要去往一国他乡 手上的项目需要结尾 我整理好全部资料 交接给同事后 又把项目过程中 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提出来 反复交代了几遍 见他发呆 我轻敲他脑门 哪里没听懂吗 我再给你讲一遍 同事回神 盯着我认真专注的脸 撇了撇嘴道 这么好的男人 顾兮月怎么就不珍惜 还逼得你出国留学 你跟我说实话 你这次出国 是不是就不打算回来了 我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无所谓的笑笑 或许吧 说来也巧 同事张书豪和顾兮月 从小相识 还曾被顾兮月的父母看中 想管回家当女婿 可惜张书豪和顾兮月 互不来电 当女婿 这事才算作罢 知道我是顾兮月的男朋友后 他曾多次旁敲侧击地 问我知道 不知陈俊杰的存在 对陈俊杰的是了解多少 听到我说 顾兮月和陈俊杰 只是发小后 他沉默了很久 最后提醒我别爱得太深 我追问为什么 他嬉笑着说 顾兮月长得太漂亮了 怕我会受伤 我还记得 我当时大言不惭地说的话 我和兮月感情特别好 你担心的事 肯定不会发生 就等着喝我们的喜酒吧 如今回想 我斩钉截铁说 那些话的时候 有多真可笑 我就要出国留学的事 不知道被谁宣扬了出去 同学群里突然传开了 大家在群里刷屏 恭喜我更上一层楼的同时 因为我以后发达了 一定别忘了老同学 我笑着硬贺 肯定不会 群里一派何乐 班长领头提议我就要出国了 临行前一定得传举请客 我笑着答应 把聚会时间定在了今晚 下班后 我直接开车去聚会地点 结果二手车在路上抛了毛 等我到包厢时 确定能来的同学已经到齐了 可多了两人 和顾锡月相熟的同学开口解释 进饭店时 我刚好看到锡月和她朋友来吃饭 想着今天你请客 我就让他们一起来了 我点点头 顾锡月和陈俊杰 正并排坐在一起笑着聊天 见我进来了 立刻翻了的白眼 文艳你终于到了 一会儿自罚三杯呀 同学开着玩笑 我笑着硬生 不好意思 车抛锚了 一会儿肯定自罚 顾锡月板着脸 冷冷道 你那破车还拿出来炫耀 抛锚在半路 是什么光荣的是吗 真是丢人 我知道她一直看不上我卖的二手车 可她怎么不想想 我工资其实不算低 但只舍得买二手车代步 是为什么 我挣的每一分钱 除了这辆二手车 和日常必须花费 大部分都花在了她身上 包厢里本来一派欢乐的气氛 瞬间凝制下来 大家尴尬地看向我 班长打紧忙打圆场 文艳快过来坐我身边 大家等半天都饿了 先点菜吧 随着菜品上桌 大家吃吃聊聊 气氛缓和些许 顾锡月是我的女朋友 大家都知道 但陈俊杰是谁 大家不认识 酒过三巡后 班长趁着酒劲 终于问出了口 文艳啊 我就奇怪了 那不是你女朋友吗 怎么一直贴在别的男人身上 你们什么时候分手了 我们不知道吗 我始终保持着微笑 扫了一眼相谈甚欢的两人 淡淡道 他们是发小 关系好很正常 我不想把自己的感情生活 宣扬给别人听 更庆幸结婚情帖 我因为追求完美 还没来得及发出去 不然现在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 我会多尴尬 俊杰吃虾仁 顾锡月捏着虾仁 喂到陈俊杰嘴边 陈俊杰张嘴吃下 还不忘舔了舔她的手指 锡月 你竟然还记得 我爱吃虾 陈俊杰眼带笑意地看着她 顾锡月满眼深情地和她对视 甜甜道 有关你的所有事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永远都不会望 班长震惊地睁大双眼看向我 我尴尬地举起酒杯 一眼而尽 顾锡月桌前 已经堆起了一座虾壳山 她包完了整盘虾 把虾仁整齐地排在餐盘里 推到陈俊杰面前 我不想关注她的 可视线就像被浇灌了浇水般 一直被她吸引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爱吃虾的人是陈俊杰 顾锡月记得她喜好 却记不住我对海鲜过敏 她愿意为她包虾 却不愿为我做任何一件小事 哪怕是在我生病时 为我倒杯水 能验证她不爱我的是越来越多 从前的我竟丝毫没有发现 主食上桌后 所有菜品已全部上齐 服务员免费送了两个果盘 顾锡月刚想给陈俊杰拿西瓜 结果一抬头 就看见草莓和西瓜贴在一起 她瞬间砸了果盘 许文艳你故意的吧 你不知道俊杰草莓过敏 包厢里瞬间陷入死寂 大家面面相去不敢说话 我稳坐着没动 看向她的眼睛里 已经没有了以往的爱意 说来也是讽刺 除了我刚进门时 她冷嘲热讽地对我说了一句话 一整晚了 作为我的女朋友 她这才对我说了第二句话 还是为她的白月光暴不平 我站起来 笑着看向陈俊杰 陈先生抱歉 都怪我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 差点害您过敏了 因为顾锡月的无礼取闹 聚会最终不欢而散 班长留到最后 她拉着安慰我 最后助我出国一切顺利 前程似锦 顾锡月捕捉到了关键词 她粗鲁地扯过了我 不悦地扬声道 许文艳你要出国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谁同意你出国了 一键三连问 我直接被她气笑了 整个晚上 她的注意力 真的只在陈俊杰身上 同学们讨论了半天 我出国的学校 我的未来发展 她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甩开她 淡淡道 我出不出国 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 顾锡月被我态度惹怒 咬牙切齿道 许文艳你现在是什么态度 你信不信 我要和你分手 锡月 分手的话 怎么能轻易说出口呢 文艳哥肯定不是故意 和你顶嘴的 你快收回分手的话 不然文艳哥又要哭着 求你别离开她了 陈俊杰站在顾锡月身后 拖着尾音开口 顾锡月扬眉 语气恶劣 我今天就是要分手 这婚爱谁结谁结 我不伺候了 我微张着嘴 不可置信地看向两人 随后释怀地笑了 也对 我早该想到的 顾锡月会拿我对她 做过的所有事 当作笑话讲给陈俊杰听 曾经的我真是爱极了顾锡月 恨不得把她装进口袋 随身携带 她的要求 我有求必应 她的无理取闹 我笑着应对 她提分手 我胡轮着左右而言她 实在糊弄不过去 我便会委屈地抱着她哭 直到她烦了 改口说不分了行吧 可是现在真的无所谓了 我学着她从前的语气 冷漠回答 好 我同意分手 顾锡月愣了一下 你确定 我给你一次 跪下道歉的机会 确定 她抿着红唇打量我 意味深长道 这么痛快 同意分手 最好说到做到 别转身就不认了 然后抱着我哭求我留下了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直接转身离开 我打车回了和顾锡月的家 关上门后 玄关处的新型暖光灯 自动亮了起来 顾锡月爱玩 经常蹦迪到半夜才回家 又不喜欢我去接她 我怕她回家被什么东西绊倒 所以自己制作了这盏灯 她当时是怎么说的来着 什么破东西 这是拉低我的档次 说着她就不耐烦地扯了下来 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我又是怎么做的 我没脸没皮地捡起来 又装了回去 还哄着她说 装着吧好不好 你不喜欢我去接你 可我有时候等你的时候会不小心睡着 有这盏灯在 我还能放心点 她最终不耐烦地妥协了 如今看来 我真是贱 我把那盏新型灯扯了下来 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又从衣帽间深处 拉出一个木制箱子 里面装着我给顾锡月 写的上千封情书 从她答应做我的女朋友那天起 我就每天会给她写下一封信 哪怕只有一句话 我本来是想在我们的婚礼现场送给她的 现在没必要了 收拾完这所房子里所有关我的东西后 我才发现真正属于我的东西竟然这么少 只有两个行李箱 我把我买给她的有所情侣用品 属于我的那份 全都扔进了楼下垃圾桶 拎着两个行李箱 入住了公司附近的酒店 刚放下东西 顾锡月就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通了 许文艳 你长本事了 玄关处的鞋到处都是 你不知道收拾是吧 你知不知道俊杰差点摔跤 是谁当初非要求着我 留下那盏破灯 灯呢 顾锡月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的手我管不着了 她没有立刻开口 而是转变了整个家 在印证我话的可信度 许文艳 你玩真的 东西都搬走了 嗯 在她发作之前 我挂了电话 关了手机 接下来的几天 我忙着准备出国的资料 了解学校的历史 租房 租车 十分忙碌 等闲下来后 我才发现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 顾锡月了 曾经以为没她不可 如今看来 没谁都能活 活得更自在 明天就是出国的日期 也曾是我和她的婚礼 我终于开了手机 顾锡月的电话 瞬间接了进来 许文艳你还知道开机 她一开口就是指责 我猝起眉头 不跃道 顾锡月你打电话 如果是来找不痛快的 那我们无话可说 等等 文艳别挂 她猜到了 我的下一步动作 扬声阻止住了我 我手盾在屏幕前 等着她接下来的话 顾锡月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里多了点真诚 文艳别闹了 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你不是盼了很久吗 等婚礼后 我们就去蜜月旅行 顺便补拍婚纱照 你快回家吧 在一起三年 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 她用商量的态度 对我说话 或是察觉到 我这次和以往的不同 她才会微微低了头 如果是半个月前 我想我肯定会立刻 和她回家 对她像从前一样 哪怕她和陈俊 结过了不明不白的一夜 可是现在 我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了 不必了 婚礼如果你不想取消 就继续下去 新郎的名字我已经帮你 换成陈俊杰了 飞行了将近十个小时 终于踏上了一国他乡的土地 等行李的时候 我开了机 顾锡月闺蜜的电话 瞬间接了进来 许文艳你个王八蛋 婚礼已经开始了 你人呢 陈俊杰没到场吗 门口迎宾的气球上 应该写着新郎陈俊杰呢吧 我拿下行李 边走边无所谓的回答 许文艳你还是不是人 新郎是你 你把陈俊杰的名字写上去 算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 西月今天多早就起床了 化妆打扮 等你迎亲又等了多久 眼看着就错过及时了 我们是打车去的婚礼现场 你让西月在他家亲朋好友 丢了好大一个脸 许文艳我真是后悔 当初没劝住西月 让他跟了你这么个王八蛋 顾锡月闺蜜滔滔不绝地骂着我 我听完后 吃笑道 骂完了吗 你 顾锡月闺蜜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把手机给顾锡月 我淡淡开口 她没再说话 听捅了传来走路声 和她生气 喘着粗气的声音 没一会儿 顾锡月略带委屈的声音响起 文艳 你去哪了 我默了一瞬 郑瑟道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新郎的名字 我已经改成陈俊杰了吗 反正我们还没领证 你们可以办完婚礼 直奔民政局的 别闹了 亲朋好友都来了 我们先把流程走完 别的事回头再说好吗 顾锡月用商量的语气 和我说话 我依旧冷淡道 不用了 许文艳 顾锡月突然来了脾气 她阴沉着开口 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马上出现在我的眼前 否则我们就真的完蛋了 我再次提醒到 顾锡月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随意吧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顺手开了误扰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顾锡月不是十全十美的 她斤斤计较的样子 真的很烦人 来到我租的小公寓 我放下行李后 又去超市买了全套清洁用品 等整个家一尘不染后 我才停了下来 此时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 我抬头扫了一眼时间 该吃晚饭了 走在一国他乡的大街上 可能是爱她太久 看到好玩好吃的东西 我第一时间还是会想到她 想象着是不是她喜欢的东西 想象着下次带她一起来 她会不会开心 我笑着摇摇头 赶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 第一次由着自己本心吃了一顿饭 我有种感叹 不用考虑别人的感受 真的是太好了 酒足饭饱 我撑着下巴 望着橱窗外昏黄的路灯发呆 手机屏幕在不断闪动 打开后 陈俊杰的消息就弹了出来 许文艳你别得意 锡月最后的男人一定是我 我扫了一眼时间 我刚打开误扰模式的时候 她就发来了这条信息 我莫名其妙地删了短信 删了她的联系方式 和她有关的一切 我都不想再扯上关系 没想到第一天入学 正赶上新教授生病 入学推迟了一周 我刚好用这一周时间 探索这座崭新的城市 刚想出门 大门口却传来吵嚷声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一国他乡的 不会是遇到坏人了吧 走近一听 说得国语 声音很像顾兮月 我现在很烦很累 拜托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好吗 还有 替我告诉陈俊杰 我真没打算和他结婚 新郎的名字 是文艳背着我偷偷改的 让他别再拿生病 那套糊弄我了好吗 我不是医生 生病该去医院 对面不知说了什么 顾兮月烦躁的 行了 挂了挂了 我打开门 无语地看着他 顾兮月你在闹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的 他养了养手机 眉眼含笑道 你的支付账号 在我手机绑定着呢 你忘了 随便一查 就知道你去了哪里 是啊 我挣的每一分钱 不都是为了他吗 我怎么把这件事忘了 所以呢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顾兮月见我态度冷淡 语气也不觉加重 你为什么突然出国 为什么不告而别 你把我扔在婚礼现场 丢人现眼 很好玩吗 我脸谋领声道 顾兮月我希望你搞清楚状况 是你提的分手 我同意了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疲惫地捏了捏眉心 放缓了语气 是我不好 我不该赌气说分手 但你就没错吗 如果不是你让我在 昔日好友面前丢了人 我会赌气说分手吗 真是太好笑了 我和他都走到 今天这种地步了 他不仅不反思 还张嘴闭嘴 还是在质问我 我盯着他看了两秒 似笑非笑道 你说的都对 所以你怎么想 可能是我今天的态度 太过坚决 也可能是在离开 顾兮月几天后 他突然间发现了我的好 我对他说话的态度 如此冷漠 他都没有发火 从前他哪在我这里 遭受过这些 我根本不舍得 用这种态度和他说话 我恨不得把他捧在手掌心 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全都献给他 顾兮月抿了抿唇 语气软了下来 文艳你别闹了 我知道你这是在吃醋 你要是介意陈俊杰的存在 那我现在就和他说 别再联系了好不好 我都答应和你结婚了 难道还不能证明 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吗 我和他真的只是发小 我本以为 我们之间最简单的信任感 应该是有的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没忍住讥讽到 你说的真好听 那你和我解释解释 你们只是朋友 他只是你发小 那朋友发小之间会抱着难分难舍的亲吻吗 顾兮月瞬间晋升 我趁他发呆的间隙 关上房门 快步朝楼下走去 不是的我 我那是喝多了 文艳你信我 我再也不会了 顾兮月反应过来 追着我下楼 我厌烦极了 再次加快了脚步 啊 顾兮月突然尖叫 我猛地停住脚步 他急着追我 直接从台阶上摔了下去 脚踝瞬间肿了起来 他正捂着脚踝掉眼泪 见我回来了 瞬间撇嘴哭出了声 你走吧你走吧 不用管我 就让我死在这一锅他乡好了 我果真站着没动 斟酌了一下开口道 嗯 我帮你叫救护车 顾兮月愣了 止住了哭声 满脸泪水地看着我 我淡淡收回视线 转身离开 许文艳你站住 顾兮月急了 不管腿伤站起身 就要去追我 我清晰听到他 再次摔倒的惊呼声 但始终没有转身 直到我走出楼道 还能听见顾兮月的大哭声 我站在楼下等着救护车 直到他被拉上车我才离开 我没让顾兮月看到我 怕他多想 因为今天这种情况 不管是谁受伤 我都会帮忙拨打救护车 我以为经过今天的事 他肯定会放弃 没想到晚上回家时 我再次从我家门前 看到了顾兮月 他手里抱着一束红玫瑰 正安静地椅在墙边 墙边还放了一只拐杖 我视线下意 扫了一眼他的脚踝 好像肿得更严重了 我没开口 假装看不到他的存在 解锁开门 文艳 他说话时的音调 有些紧张 我抿着唇看了他一眼 示意他有话快说 我买了你最喜欢的玫瑰花 你数一数 一共有九十九朵 象征着我们一定可以 长长久久的 顾兮月你真的很搞笑 我和站在他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当初我抱着玫瑰花 给你庆生 你是怎么做的 你还记得吗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猛的一整 没想起来 还是不好意思说 我吃笑道 那我来替你回忆回忆 你过生日 我抱着玫瑰花 在你宿舍楼下等你 想给你庆生 结果呢 你楼都没下 站在窗边讽刺我没品位 这么低级的东西 也好意思抱过来送给你 还破了一盆洗脚水在我头上 让我常常记醒 你知道当时围着 看热闹的女生的嘲笑声 有多刺耳吗 你还敢抱着玫瑰花过 来和我求和 顾兮月脸色发白 他咬着下唇解释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当时因为你痛经心情不好 所以才会有点任性 只是有点 我不敢置信道 如果不是我当时真的爱你 我肯定不会忍耐 你到现在 顾兮月见我态度愈发冷漠 他不再辩解 垂着头楚楚可怜地开口 文艳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真的知道 错了 我真的艳烦透了 说的话也开始不过大脑 顾兮月我 从来没发现你这么烦人 我真的很后悔 爱过你三年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我一定不会再和你扯伤任何关系 说我我就开门回家 顾兮月反应过来后 用手挡住了我刚要关炎的门 放手 我不 他的手已经红得发肿 如果我执意用力 那他肯定骨折 他就是认准了我心善 门打开的那瞬间 顾兮月快速闪身挤了进来 我还没来记得做出反应 他不管不顾地抱住了我 我感到一阵窒息 呼吸都变得不顺 他放声大哭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们明明感情那么好 文艳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我用力把他推开 一脸的厌恶 够了 我说够了 顾兮月你听得懂人话吗 顾兮月本就受伤 被我一推 直接摔倒 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 抱住自己的膝盖 放声大哭 我就看着他表演 等他哭够了 我直接单手 把他抱起 扔到了门外 警告道 我都耐心已经受庆 你要是再敢打扰我 我就要报警了 顾兮月好像入了魔 他就是不走 整天晃动在我都四周 搞得我现在连门都不敢出 没有办法 我干脆把陈俊杰 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又把我的地址 和顾兮月的消息告诉了他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上午刚发的消息 下午人就已经到了 我当时正在打游戏 脑子被顾兮月 吵嚷地乱成一锅粥 只能靠电子娱乐 缓解情绪 门外突然响起了吵架声 顾兮月 你一句话都不说 就追着他出国了 你对得起我吗 陈俊杰气氛的声音响起 顾兮月叹了一声 才开口道 俊杰 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明白了 我只是把你当朋友 当发小 我爱的人从史之中 都是文艳一个 如果从前我哪里做得 让你产生误会 我和你道歉 现在能请你别再缠着我了吗 你主动亲我 抱我 你现在和我说 我们只是朋友 陈俊杰歇斯底里的吼了出来 你闭嘴 顾兮月给了他一巴掌 冷声道 我只是喝多了 你在我心里 什么都不算 我不允许你再胡说八道 我推开门 好心劝道 那个 二位声音能不能稍微小点 这里的邻居 虽然现在没出来说什么 但如果把他们惹烦了 会直接报警处理的 二位也不想在一国他乡进警局里 溜带一圈吧 陈俊杰见到了 立刻气得发抖 都是你个王八蛋 如果不是你的存在 西月爱的人应该是我 他朝我冲了上来 顾兮月健壮 直接扔了拐杖 拦在了我的面前 陈俊杰你敢 顾兮月使出全身力气 给了他一巴掌 你给我滚蛋 马上滚蛋 我这一辈子 都不想再见到你 陈俊杰泄了气 他呆呆地望着顾兮月 眼神里是划不开的悲伤 顾兮月你够狠 如果不爱我 你就不该来招惹我 说完这话 陈俊杰逃跑班跑走了 只剩我一个人和顾兮月 大眼瞪小眼 我知道他又言不尽 干脆锁了门 出去租住旅馆 关上旅馆大门后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明天就是我开学的日子 如果不把顾兮月 这个大麻烦解决掉 会影响我学习的进度 可我想不到办法 只好躺在旅馆的床上挠头 开学当天 我收拾干净后 去了校园 果不其然 下课后 我在实验室门外 再次看到了顾兮月 我无视她的存在 和心相识的同学 去食堂吃饭 顾兮月也一瘸一拐地 跟在我身后 同学问我 这女孩是你女朋友吗 邀请她一起吃午饭吧 我耸了耸肩 前女友 烦人得很 不用管她 顾兮月听见了我们的交谈 她愣了一下 还是跟上了我的脚步 就这样 她跟着我在大学校园里 转悠了一个月 我上课 她就在教室门外等我 我吃饭 她就在我身后的长桌等我 我回家 她就在楼道等我 我从最初的烦躁 到无语 再到无感 现在真的可以做到 视她为透明人了 这天要去上课时 打开门没见到她 我扫了一眼四周 她都没在 以为她终于想开了 决定放弃了 谁知道 下一刻就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 我紧忙赶过去 把她领了出来 原来是她最近一直游荡在我都周围 又不和我交流 我家邻居 以为她对我图谋不轨报了警 她这才被带走调查 我给邻居送去了礼物 以示感谢 和邻居简单解释了一下前因后果 又感谢她对我的关心照顾 顾锡悦就这样站在我身后 安静地听着我对外人道谢 她不懂 文艳 你真的这么讨厌我吗 讨厌到别人报警 把我抓起来 你不仅不生气 不替我打抱不平 还感谢人家的热心帮忙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对 从这天起 顾锡悦好像想开了 她不再跟着我 消失了一周 这一周 我感到全身心的畅快 一周后 她再次出现 可这一次 她是来和我道别 文艳 我要回国了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不会再打扰你 我只希望你记住 我的只有好 我站在她的对面 第一次放下了对她的成见 点点头回答道 好 顾锡悦 再见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